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也逐步被方海士的可爱率针所感染 不知不觉就陷入了爱河 甚至连他都幻想起跟方海士大婚的场景了 既然两人彼此相爱 那就应该体面地在一起才对 可是不然 方海士先是被方珠越推越远 而后又被他亲手送给了地区当老婆 怨心怨到这份上也是没水了 正因如此 方海士对方珠因爱生恨 从此两人便闹到了决裂 直到方珠临死时 病入高框的他才知道悔悟 只见方珠虚弱地向地区请求 能不能把方海士还给我 然而没等地区说话 海士走了过来一连冷漠放话道 不好意思 我可高攀不上青海宫 听罢方珠立马喷出一口老血 方海士却依旧不为所动 哎 两人的孽缘也太令人揪心了吧 我可凉不上青海宫 我可爱出一口老血